传说中有一种奇语叫做坤 在水中是鱼 出水即化成能飞的棚 这神奇的画面 本来自于古代哲学家庄子的想象 今天 坤棚展示九万里的智气和形象 在横跨珠江东西两岸 连结深管会和珠中江 两大经济板块的深中通道上 生动地展现出来 在灵丁羊上的波声韬舞中 又将翻开一幅雄奇壮丽的新画卷 我们从神话传说吸取智慧 借用水墨的技巧描绘建筑 为深中通道勾勒光影融阔 用精锐的线条与优雅的光影 带来激情与动感 创建大桥主塔结构上的曲折面 在刷上不同的色彩 增强光影效果 使它更现高所在呈现力量与坚固的同时 也呈现出平静与柔 这样简洁而生动的造型 包含着瑞强的键与柔 两座大桥的主塔造型相似 如同两只大桥正相互跳腕 相约着一起飞向蓝天 坤鹏展翅 金水千里 雨若云天 影形天下 成月香山峰 扶摇青天上 陆海思路长 无边无量 西人工岛呈现出一幅山水画面 通往深海隧道的车辆 川流不息地穿越两座小山 犹如滔滔河水穿越岭山 小山被绿树环绕 棱角分明 就像精心雕琢的两颗钻石 在人工岛上熠熠发光 离开人工岛进入海底隧道 迎来正在展翼的大坤 熟悉水性的大坤 引导着车辆越过起伏的水流 穿行深海 自由的潜行 陪伴我们体验流畅 安全 熟视的隧道旅程 桥梁 隧道 人工岛 有着和谐而锐利的几何线形 散发着迷人的光影 将深中通道描绘成一幅俊美的图画 展现了珠三角地区和谐发展 生动繁荣的景象 见过它的人们 都将留下永恒美好的记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综合通行与结构受力特点 灵丁航道桥采用600加1620加600米跨的悬索桥方案 根据抗风与景观因素 对比了整幅式钢箱梁A型塔 分幅式钢箱梁独柱塔两种方案 在抗风方面 借鉴主跨1688米整幅式钢箱梁的虎门二桥 抗风性能研究成果 在规范规定的正负三度公角下 其颤阵临界风速达到每秒72米以上 大于本桥颤阵检验风速每秒71.2米 抗风安全性可满足规范要求 而本桥采用A型塔空间拦锁系统 将提高主桥扭转机平 从而进一步提高抗风性能 同时整幅式方案造价比分幅式方案减少15%左右 行驶更安全顺畅 原创的旋转A型桥塔美观而有特色 因此推荐整幅式钢箱梁A型塔方案 经多种体系逼选 主梁采用三胯连续全漂浮体系 竹篮史胯比为1比10 按空间线形布置采用干燥空气除湿防腐系统 A型塔高261.5米 塔柱为棱形断面 风阻系数低 从塔底到塔底 均匀直线形扭转90度 两塔柱倾斜在塔底 融合成整体 塔柱侧面上的每一条竖直线 和横截面上的每一条边 在扭转前后均保持直线 而且塔柱的截面变化 与内力的分布是相互协调的 小塔整体造型新颖 寓意美好 富有现代气息 截面线条鲜明 光影效果明显 即结构美 造型美 文化美 与一体 为方便施工 并使海洋环境混凝土结构 具有更好的耐紧性 塔柱采用钢壳混凝土组合结构 以实现旋转A型塔的丰富造型 塔柱内外表面均为钢壳 内设纵横加进类及横架支撑 加进类与钢壳的焊缝均为直线 使加工制造大为简化 钢壳既可替代主塔施工的爬架和模板 又可依靠简粒件与混凝土结合 而共同受力 实质上市将约2%配金量的纵横向钢筋 和约0.8%配金率的尽性骨架 用相应含钢率的钢壳代替 并布置在最能发挥效用的表层 不但内部钢筋布置大为简化 而且结构承载能力得以提高 同时将钢筋混凝土穿上钢壳保护外衣 其表面不再开裂 在海洋环境下 也无需采用不锈钢钢筋或还氧涂层钢筋 现胶混凝土时的大量养护工作 也基本免除提高了结构耐久性 针对钢壳外表面的自身防腐 除重涂装防护外 可在下塔柱采用玻璃纤维 加还氧复合材料的保护方案 塔柱中下部阶段钢壳 与内部钢筋及附属设施 采用工厂大阶段预制口 浮运吊桩 塔柱上部阶段采用塔吊安装 从而提高施工质量和效率 最大限度实现了塔柱施工工厂化 大型化 预制化 塔座采用棱角分明的多面体 形似钻石 与塔柱风格相呼应 基础采用钻孔灌柱装 更能适应基岩起伏大的地质条件 成台采用点椭圆形 足水效应小 可诱导失控船舶转向 利于防撞 茅体采用结构通透的三角形钢架 茅墩及支墩结面均为零形 在横向融合成倒微型布置 以减少基础体量 增强立体感 并与桥塔相呼应 茅定基础推荐采用 椭圆形沉井装机复合基础 以适应较大的颜面起伏 椭圆形外形 有利于减少足水效应 并提高防撞能力 和抗水土侧压能力 下阶段20米高 钢壳沉井 在岸边船屋整体制造 并利用井孔充气注浮系统 浮运至桥位后 悉泥下沉至墙中化层 在施工钻孔筑柱装 上阶段混凝土部分 采用爬膜线胶施工 主梁采用带导流板的钢箱梁 梁高4米 全宽49.7米 横格板间距2.5米 采用石腹式与横架式交替布局 较3米间距布局 主要汉缝硬力可降低30% 为解决重车比例大 引起的钢桥面铺装损坏 及钢桥面板疲劳开裂 两大难题 推荐桥面铺装采用 超高韧性混凝土 STC铺装体系 可降低主要汉缝硬力幅 70% 使其达到无限疲劳寿命 主梁利用可调跨度的拦锁吊机 由两竹塔对称向中 边跨吊装施工 横门东竹桥推荐采用580米主跨 双塔双锁面板漂浮体系组合 钢箱梁斜拉桥 相对自毛式悬锁桥方案 桥塔更为高耸 与灵丁航道桥桥塔的呼应性更好 桥梁的整体比例 也更为协调大气 由于两座主桥相距约10公里 蓝锁与斜拉锁的造型差异 在视觉上并不明显 我们还对整幅式钢箱梁双柱塔 与分幅式钢箱梁独柱塔进行的对比 前者造价减少12% 且行驶更安全平顺 A字形桥塔更有特色 两座主桥呼应性更好 因此作为推荐方案 桥位处基岩埋身达50米以上 右处近于近岸地带 适合采用钻孔灌柱装成台基础 装基础采用站桥及平台施工 成台采用钢套箱维艳施工 塔柱施工方案与悬锁桥相同 过渡蹲和辅助蹲 均采用预制蹲深 浮调安装 主梁 对比了整幅式及分幅式的 钢箱梁 组合钢箱梁 STC轻型组合钢箱梁 组合钢板梁 组合PK梁 推荐采用整幅的STC 轻型组合钢箱梁 该结构具有更好的经济性与耐久性 施工也更方便 主梁塔区阶段及边跨端部阶段 采用大型浮雕整体吊桩 其余阶段采用架梁吊机对称悬拼 非通航孔引销总长达12.85公里 按照模术化 标准化 工厂化 进行设计 采用大型构建工厂预制 现场快速安装的施工工法 在主械红区 考虑防洪与经济的要求 采用110米跨钢混组合梁桥 分幅设计 整孔预制安装 通过预弯及支点顶身工艺 给混凝土桥面板提供预阴力 组合钢香梁的耐久性问题 也得到解决 在引桥飞泻红区 综合水深较浅的施工条件 采用经济的50米跨 预阴力混凝土香梁桥 主梁采用截断预制拼装施工 引桥桥墩的造型 进行了多方案的逼选 从项目的定位 与整体景观考虑 推荐采用新颖美观的 三角形钢架桥墩 引桥基础 采用钢管混凝土复合桩基础 主械红区 成台与墩身 预制吊装 成台埋入海床面 飞械红区成台 考虑水深音速 外层20厘米 预制成维艳 小船浮运吊装 墩身采用整体模板 与钢筋笼 在工厂预制后吊装 预制吊装单件 最大吊重5000吨 为保证预制成台 与装机的精确对位 采用定位架 进行钢管打入施工 埋制式成台与吊身 整体预制 浮运吊装 通过分离式胶囊 柔性直水后 利用成台上 预装的钢围燕 干法施工成台 与复合装连接部 针对项目所处的海洋环境 桥梁各构建的环境作用等级 推荐采用高性能海工混凝土 环养涂层钢筋 抽湿系统和完备的检修设施 实现可持续设计的理念要求 我们对桥梁进行的 静动力初步计算分析 各项结果均能满足规范要求 主体结构安全可靠 桥梁的设计特色 原创新颖的旋动A型桥塔 棱角分离 光影别线 灵动和钢筋融为一体 景观效果突出 钢壳混凝土组合桥塔 实现了旋动A型塔的可施工性 并具有最大程度 实现桥塔施工工厂化 大型化 装配化等多项优点 可诱导壮桥船部改变方向的 连椭圆形成台和锚定陈井基础 受力性能良好 工程量节省的椭圆形锚定基础 通透的到V型三角缸架 棱柱柱柱 造型新颖富有节奏与韵律的 引桥三角形钢架桥墩 引桥潜水区预制薄壁成台维艳 预制墩身整体式模板与钢筋笼 六公里长的城管隧道 位于珠江口两座人工岛之间 是无障碍穿越繁忙主航道的 快速海底通道 隧道提供了舒适安全的线形 通过先进的技术设备 和交通管理系统来最大限度保证驾驶者的安全 隧道设置连续照明 每300米设置风机 每100米设置逃生门 每50米设置紧急救援箱 每200米设置车道控制信号 另外还设置了温度探测电缆 喷林设施 广播系统 电台天线 摄像系统等 西人工岛主要用于桥碎过渡 钻石菱形 长625米 设计中充分考虑所有水力 地质和环境条件 特别关注月浪对挡浪墙 钢源桶和隧道扎道的影响 为安全目的 岛上专门设置货车紧急避险车道 岛上共有两座主要建筑 一座为管理及功能用房 另一座为旅游观光功能 除了停车 餐饮 还有各种各样丰富多彩的室外娱乐设施 例如钓鱼 沙滩排球 室外健身 滑板运动等 西人工岛的形状 分别逼选了水滴形 橄榄形和钻石菱形 从足水笔最优考虑 推荐钻石菱形 其维护结构比较了传统的开挖换田方案 和高效的垂直钢源桶护岸方案 推荐采用钢源桶方案 并结合了顶部L型挡浪墙 以及水下抛石护堤 钢源桶中采用沙回田 但在西人工岛与隧道相接的岛头部位 采用围燕结构形成小岛 用于先行独立干尸宫隧道岛上段口部结构 从而满足与陈管段手节管节对接进度要求 与此同时 人工岛周边其他区域可平行进行钢源桶维护 然后岛内填沙 当整个人工岛陆域形成 地基础里隧道基础都完成之后 开始施作岸埋段和敞开段 混凝土施工作业从隧道口部结构开始 在相邻的岸埋段胶筑完成后 开始敞开段的施工 当结构完成到达地面标高时 施作岛上建筑以及景观工程 岛内混凝土工程施工与岛壁结构同时进行 城管隧道施工中基槽和管节预置平行进行 基槽根据不同沿土条件进行放坡开挖 采用高效爬西式输菌船清除上层淤泥 当遇到坚硬岩石和风化岩层 使爬西式输菌船施工效率降低的情况下 改用脚西式输菌船 抓斗式输菌船 或者反产挖泥船进行开挖 对于非常坚硬的土层或裂片化的岩石 采用抓斗式挖泥船 在环保要求许可的条件下 局部范围内可能需要采取钻报法 在靠近岸埋段的口部位置 采用反产挖泥船进行施工 尘管隧道断面比较了多个方案 包括钢筋混凝土 敞开式三明治和全三明治钢壳混凝土组合结构 钢筋混凝土断面考虑了墙体不同轻角的优化方案 综合比较了阶段式管节 整体式管节和半刚性管节 也同时详细比较了断面施加横向预应力的可行性方案 对于敞开式三明治钢壳隧道 因为轻角施工不便 推荐矩形断面 对于全三明治钢壳隧道 可以采用矩形 也可以采用强体带轻角的断面 综合考虑项目工况 以及中国的实际情况 最终推荐深中通道城管隧道 采用传统和成熟的半刚性钢筋混凝土结构 和创新的全三明治钢壳结构的组合方案 断面统一为带墙体轻角的优化断面 因有轻角 所以不考虑横向施加预应力 其中隧道浅埋段 采用半刚性钢筋混凝土结构 深埋段 以及靠近东人工岛的超宽段 以及在下卧地层有凸延的位置 采用全三明治钢壳结构 在东西人工岛上 尘管管节与明瓦案埋段进行对接 钢筋混凝土管节生产 在大产湾干屋进行 将整合成两个独立的胶筑区 设置独立屋门 两个胶筑区共享通用设施 如钢筋加工区 材料码头 办公区 以及道路和设备等 屋门关闭并降水后 安装设备 电层和底板钢筋绑扎的准备工作 在钢屋中 以25米为一个阶段单位 首先绑扎底板钢筋 然后交注混凝土 随后施工内墙 然后绑扎外墙和顶板钢筋 接着交注外墙和顶板混凝土 完成一个阶段 在第一个阶段的底板完成后 可开始后续跳阶段施工 即第三五阶段 然后第二四六阶段 最后形成一个完整的 150米长管节 三明治钢壳结构 在钢结构加工厂中制造 将建造平行生产 两节全钢壳管节的 路上生产线 同时将建造一座码头岸壁 用于同时福态 胶筑四节全三明治管节的混凝土 全三明治管节 是内外两侧钢壳包裹 混凝土的组合结构 为了钢结构拼装 和胶筑混凝土的需要 采用脚钢 加进构建 减力钉等增强结构钢度 同时提高钢板 与无配金混凝土之间的粘结力 管件钢壳被划分为 一个个小的香盒 按步骤和严格的顺序 将各个香盒中 焦住高硫态 自密时混凝土 以避免管节出现 未预期的变形和硬力 最后 形成强度和钢度 都很大的组合结构 来抵抗岩隧道 长度位置的超大客栽 每个管节 设置钢端壳 用于安装基纳止水带 和钢端封门 因为管节的数量非常多 采用预制钢结构端封门 可进行重复利用 同时 基于安全 噪音和灰尘等方面的考虑 在超长隧道环境中 进行端封门的拆除作业 钢结构端封门 也优于混凝土端封门 每个管节中 设置压重水箱 为陈放施工操作 设置了四个吊点 一个测量塔 和一个人孔 压重系统 采用远程遥控 管节内设置摄像系统 超宽管节的设施 将单独特殊设计 以应对挑战的 波浪风流等条件 在干屋中 一个批次的管节制造完成后 管节内压重水箱 全部注满水 以防止管节过早起伏 并安装短的人孔井 然后干屋注水 开启屋门 在控制状态下 压重水箱排水后 管节逐个开始起伏 并搅移到屋门处 再靠近屋门的位置 将拦锁再传递到各托船上 将管节进一步运输到 临时寄放区 然后管节将被逐个安装到 沿隧道基槽预先铺设好的 碎石机床上 隧道管节按照能容纳的碎石机床 安装精度偏差来进行设计 管节的浮运 主要利用已有的航道 以减少额外输菌工程量 管节运输到陈放位置后 进行进一步压重 以获得连接在双底陈放 搏船上的陈放栏锁中 所需的预先设置荷带 控制隧道管节平衡 并进行定位 通过先进高精度的监控系统 管节被缓慢下发 并逐步向已沉管节靠近 然后拉合千斤 初步压接接纳止水带 接着进行管节接头排水 实现完全压接 单管节安装完成并验收后 从管节两侧进行锁定轨田 为了满足双道防水要求 沉放好的管节 从接触海水端靠内的 第三道端风门可以拆除 安装Omega止水带 以及简易键 依限制隧道管节之间的 差异沉降 这样管节接头施工完成 这里展示整个隧道管节的先后 沉放顺序 首先从西岛开始第一批 半钢性钢筋混凝土管节 沉放 然后是东岛超宽段 整体是全三明治钢壳管节 接着沉放深埋段 整体是全三明治钢壳管节 最后沉放紧挨深埋段的 半钢性钢筋混凝土管节 最终接头将在E23和E24之间较浅的区域 将隧道合拢 最终接头可采用传统的施工方法 在外侧设置钢膜板 或者采用微型块 或者类似的特殊阶段进行施工 当管节全部盛放安装到位 并锁定稳固 将采用永久性压重混凝土 替换管节内的临时压重水 隧道内部将设置深色和浅色装饰板 永久照明 监控和控制系统 通崩系统 信息系统 以及道路路面标线等 我们对路线平纵线形设计 进行了五处优化 增大了部分平曲线半径 改善了平纵组合 针对桥隧转换处长大纵坡 在隧道西入口处 设置带拦截绳的避险车道 针对隧道东出口便宽段内的扎道分流 在隧道西入口处 提前增设多处分车道指示牌 使车辆提前分道 并在隧道内设置主动式频闪路标 和分流频闪指示牌 在道路沿线的东西人工岛及马鞍岛 河里设置了完善的管理养护设施 可持续性设计 需贯彻安全耐久 节能环保便于养护维修的 全寿命周期设计理念 同时关注本项目区域的环境生态保护 尤其是对中华白海豚的保护 从结构设计 建设 管理和运营的各个环节 来寻求恰当理论和措施 来满足全寿命周期的总体性能最优 在节能环保方面的具体措施有 LED照明系统 太阳能板建筑物外墙 Merida污水处理技术等 结合地理位置 运输条件 用地等因素 充分利用港珠澳已有的大型施工基地 拟定钢沉井在上游中船农学基地制作 钢壳隧道由中铁山桥马鞍岛基地进行制作 其余构建在中山侧马鞍岛及民众镇的中铁山桥 宝桥 长大等六大基地进行制作 隧道管节混凝土胶筑厂设在深圳大产湾 各项目部分设在东西两岸 项目计划于2017年6月开工 预计总工期为72个月 经初步估算推荐方案总造价约428亿 我们推荐的方案并不单纯追求景观效果 而是综合了可实施性 可持续性与更优的造价 是深中通道建成为国际领先的精品工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